滿滿細水人潮 海灘上幾乎沒有一塊空地 沒被遮陽傘佔據 只有水冷和水冷 只有水冷 感覺很可憐 像冰冷的氣氛 很冷 南半球已經進入初秋 巴西里悅熱內爐 氣溫卻還有攝氏40度 加上濕度飆升 熱感瘦 也就是體感溫度 更高達攝氏62.3度 創下2014年開始測量以來的 最高紀錄 當體感溫度高於攝氏41度 主觀熱感汁就達到非常熱 人體面臨極端熱壓力 容易引發中暑等熱傷害 太猛了 太猛了 那情況太猛了 我的情況 而且水不足夠 我們可以喝一杯 有天不足夠的水 還要喝一杯 面對這一波熱浪 巴西東南部和中西部地區 1600個市鎮當中 有556個市鎮 發佈了健康風險警戒 科技顯示出了 明顯 最多災害人的 環境激活動 在世界上 是熱浪浪 而不是漏洞 或是浪漫 2023年 席捲美國和墨西哥的熱浪 造成1039人死亡 6月到9月 籠罩歐洲17國的熱浪 更奪走15400條人命 是全球史上死亡人數 第四高的熱浪 當暖化成為致命威脅 無力負擔冷氣的底層老百姓 只能咬緊牙關 熬過一天是一天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 其他一天